假如说,当然这个顺便讲一下 如果假如说你不希望它排列变成颠倒的话 其实,刚刚同学有提醒我一下 其实另外一个写法是说 你可以干脆就让它放在哪里 放在,就是一般,就是总数的 那个什么,这个工作部里面的总数的最右边 所以如果假设这三个都不存在的话 那只有1,那如果二般的话呢 假设产生一般之后的话,那就两个 所以这边可以怎么改 可以改成这样,但是写法有一点点麻烦 就是shits,刮壶里面的话呢 你就直接放一个shits.counts 它这边,shits指的是说 这个工作部里面有几个工作表 点counts就是帮我算一下它的总数 OK 那如果假如说呢 这个三个都不存在的时候 得到就是1嘛 那1的话,指的就是放在第一个的后面 那如果假设已经产生一般的话 比如说我已经产生了一般 这一个嘛 那它总共几个 shits.counts的话 那就是一个两个 那这边第二个 所以它就指的是说呢 它就帮我放在第二个的右边的意思 有没有 所以反正呢 这个叙述的意思 就是一直放在总数那一个的右边 所以一直会往右边放的意思 所以以后如果你假设要一直往右边放的话 那你可以写成叫shits.counts 里面就是叫shits.counts 这样应该OK 然后把它执行一下 其实理论应该就会123班 有没有 它得到的结果就123班 就OK了 所以这个顺便讲一下 那理论上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其实那个shits.counts它也会帮忙改出 比较正确的做法 那最后的话呢 如果假设有同意说 可是我不想要新增工作表 我希望呢 帮我写一个程式 就是直接怎么样 把刚刚的123班 这个不要 这个不需要 不要工作表 我希望变成123班的工作部 直接就帮我放在 这个资料夹里面 诶 那这怎么写 所以呢 我就把这个需求 一样丢给chargeGP 然后我的叙述是这样 帮我将新增工作表 改成新增工作部 其实叙述不多 反正让它知道说 原来是新增工作表 改成新增工作部 那它的名称其实是worksheet 这个是不是叫worksheet 这个叫workbook OK 就是档案 所以你们要有概念 反正工作部 其实指的就是 Excel的档案 OK 这个概念要有 然后将结果存在 这个路径底下 我就跟他讲说 请你帮我做这些 它程式就写出来了 我试一下 所以待会你们可以 从云端上面找到 第五页 就这一段 Copy data to new workbooks 这个啦 就这一段 然后一样把它复制 然后贴到我们的这个save底下 但是我跟各位讲一下 有个路径会是错误的 因为这个路径呢 是我自己的电脑的路径 跟我们现在的电脑路径不一样 OK 所以你要改一下 那怎么改 你可以打开你的桌面 所以我是建议你在桌面上 建一个资料夹 叫做班级查询 然后你点上面一下 把这个路径复制 OK 所以记得这个动作很重要 因为没有路径的话 它 不过好像我看刚刚的程式 它有防呆 就是如果你没有加这个资料夹 它会自己帮你产生 OK 但是桌面的路径不能错 因为我的路径好像不是跟这个一样 所以还是保险一点 我们还是新增资料夹 把这个路径复制之后 记得这个地方一定要改 这个路径改一下 这个后面有一个反斜线 这个一定要留下 你不要贴上这个反斜线不见 这个要留 OK 贴上 记得要检查一下 这个反斜线没有的话 它就不会放进这个资料夹里面 这个指的就是这个资料夹里面 所以如果假设你没有多增加这个反斜线的话 那完蛋了 它会放在桌面上 OK 所以要记得一下 这个加一下 OK 那其他应该都不要动了 它其实也是差不多意思 顶多是说呢 这边是变成 刚刚是什么 worksheet.add 它现在变成workbook.add 意思就是新增工作簿 底下其实大概差不多动作 新增一个工作簿 然后再新增一个工作表 再第一个 然后把资料查过来之后存档 所以底下应该理论上 会有一个save的动作 save change 有沒有 OK close 然后把它save change 那路径 我们就指到哪里呢 指到我们刚刚的路径 好 那其他我来试试看好了 这个其实我记得 这个程式只有改这里而已 其他都没改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资料夾看看 目前的话呢 只有一个档案 这个档案我一样把它删掉算了 这个不要 OK 里面是空的 那我跑跑看好了 看看它会不会直接把123班拆开来 直接存档 执行一下 诶 有没有 好快喔 123班OK了 诶 打开看看 一班里面是不是一班 诶 一班OK诶 有沒有 二班里面是不是OK 诶 也OK诶 所以其实以后你要把 你的资料拆分成 在不同的一次的档案的话 其实好像比想像中简单 而且程式记得只有路径修改 其他都不用改 OK 那 最后的话 我们大概简单看一下这个程式码 这个程式码 基本上 跟刚刚的那个工作表 其实蛮类似的 差别是说呢 改成那个工作部.add 其他好像都差不多 另外我发现它这边有一个判断什么 DIR指的就是那个路径 指的就是说 如果我这个资料夾 假如不存在的话 我把它删掉 你会发现喔 它这边有一个语法叫 MKDIR 这个MKDIR指的就是 它会新增资料夾 哦 我试一下 这个应该理论上 如果那个班级查询的 资料夾不存在的话 它应该会帮你新增 然后再帮你把123班放进去 哇 那这样蛮贴心的 不过我不确定喔 这个是一个中断点看看 停一下 OK 执行一下 再跑一下看看 有耶 所以它侦测到说 你那个路径不存在 所以它就帮你MKDIR 我按F8一下 OK 所以你会发现喔 这一行执行之后 有没有看到 它有个变化 这边有没有 就跳出了一个资料夾了 所以它这个其实不是说帮你写出来 就是说它还有防呆 就是你如果没有资料夾 它会帮你建喔 OK 这个可以把它学起来 那底下就是分别去查资料 查完之后 把它存在那个档案里面 然后分别就一个个放进去 所以里面目前是空的 所以一样把它執行一下 123 跑完了 所以如果你假设有很多不同的资料 比如月份也可以啦 或者哪一个业务人员 或者哪一个什么 你要拆分的话 那其实到底都差不多 所以这个范例应该是可以做很多的其他变化 那但是最后其实还是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它跑的时候还是会一闪一闪的 有没有发现 它一直行喔 闪 闪 闪 有没有 所以我讲过 我们刚开始有讲过 如果你不让它闪动的话 其实有什么办法呢 就是加那一行 有没有 那一行叫什么 叫Application 如果你不会拼 没关系 你就call之前的啦 或者你可以的话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这样吧 OK Application 如果你拼错也没关系 你点下去喔 假设你点下去 没有出现清单的话 那表示说你Application拼错了 如果你拼错 你再去查好了 应该这个单字不难查 然后找到那个叫什么 S开头的 所以你记S就好了 画面就Screen ScreenUpdating 等于False 有没有 这个就开关 所以刚刚会闪动 只要加这一行叙述 应该就不闪动了 我看一下 有没有 就不闪了 OK 好啦 试一下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是在云端白板上面的 这个地方 第五页 其实我改的就是这个地方要改 其他都没改 画面再还给各位